国际足连第68届理事会 昨天在俄罗斯召开 经过投票 北美三国 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 获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举办权 这也是世界杯首次 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 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 共获得了134票 票数过半 战胜了获得65票的摩洛哥 目前2026年世界杯的 23座城市也已经确定 包括17座美国城市 3座加拿大城市 和3座墨西哥城市 大赛在即临阵换帅 西班牙队昨天召开新发布会 宣布解雇球队主教练洛佩特吉 并同时宣布50岁的前 国家队队长耶罗成为新的主帅人选 并带队征战本次世界杯 耶罗在球员时代 曾效力黄马长达14个赛季 退役后 他还一度在西班牙足协 担任体育总监 东道主俄罗斯队昨天结束了 揭幕战前的财场训练 在俄罗斯队现身 卢日尼基球场的阵容里 中国球迷最熟悉的面孔 应该是他们的队长 阿金费耶夫了 总体而言 这支俄罗斯队在阵容上 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大牌球星 他们压力不小 不过俄罗斯主帅 切尔切索夫对球队充满信心 并表示球队已经为揭幕战 做好了准备 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另一支主角 沙特队也在昨天进行了 赛前财场训练以及新发布会 对于揭幕战 沙特人用笑容相对 更有野心相随 沙特主帅皮奇表示 球队拥有雄心壮志 有信心击败俄罗斯 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 即将大赛开启 昨天在俄罗斯红场 举行另一场音乐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 国际足联主席 因凡蒂诺 以及一些国际足联的官员出席 音乐会以古典音乐和歌剧为特色 彰显俄罗斯文化艺术的魅力 而在莫斯科 卢日尼基体育场 出席开幕式的两位嘉宾 罗比·威廉姆斯 和阿伊达·加利·弗里纳 来到场地为表演做准备 世界女排联赛德国战 昨夜金城继续在斯图加特进行 以年轻球员为主力 出战的中国女排苦战四局 最终以1比3不敌荷兰队 无缘两连胜 今晚他们将迎战土耳其队 而荷兰队提前一轮 拿到了总决赛的入场券 全国以毛球冠军赛 昨天在湖南一阳落幕 在南单决赛中 代表八一队登场的 国情小将李时锋 与东莞选手雷兰西 战至决胜局才艰难胜出 女单金牌归属福建球员范孟燕 女双冠军归属刘璇 夏玉婷的跨省组合 浙江和四川选手 分获男双和混双冠军 而中国羽毛球队的一线主力 均没有参加此次全国冠军赛 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 将于2019年9月 在河南郑州举行 昨天本届运动会的会徽 吉祥物 宣传话 以及主题歌相继发布 其中吉祥物为龙麻中中 在河南人民的生活语言里 忠的意思是肯定 鼓励和赞誉 蕴含着河南人民 对运动会圆满成功的祝愿 2018到19赛季CBA联赛 将迎来重大变化 常规赛增加到46轮 20支球队分成4组 同组的5支球队 进行主客场四循环较量 不同组之间的球队 进行主客场双循环较量 常规赛前12名进入季后赛 具体分组根据美加俱乐部 在2017到18赛季的最终排名确定